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现在我们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在未來前七年,我在威納瑞拉有一個公務店店 所以我很知道衣服、褲、鞋、衣服如何配襯 但我發現鞋子永遠都不能配襯 永遠都是差一點 因為我那段時間生活在威納瑞拉 很多熱情、浪漫、花的衣服的顏色配搭 我就療療指掌 加上我小孩的時候,經常去圖書館圖畫比賽 每次都要穿衣服,一定要穿衣服 很開心 我移民在1998年,終於落腳了 因為我要開生意,要職業 所以我選擇做鞋子 所以當時就選擇做鞋子的生意 我聽你講,因為你喜歡畫畫 而且對於顏色的敏感度非常高 所以因為做鞋子的生意 就開始做鞋子的設計 其實是這樣的 當初我入行的時候 因為我小時候都有學意大利話 變成了哪一組最好 你知道鞋子是意大利最有名的 我一路之下,我開生意的時候 就去了意大利和法國 看了很多很大品牌 那我這樣說,哇,一千多元歐落 我們怎麼能課得起 那我的預算是百多元 百多元那些小姐們都可以 常常都買到 變成可以搭配衣服 不是說我整個月工程會買一雙鞋子 變成我就跟設計師說 我說,Hello 變成我用我的材料 來遷就我的產品 變成意大利鞋子 基本上,我或者拿一雙鞋子 意大利鞋子基本上是用真皮的 因為他們的材料是等於我們的膠的價錢 但是對於我們加拿大是沒有用的 是一點都沒有用 因為是很滑的 還有我有問題就是 為什麼我不能夠用設計師 去把自己的設計直接進來呢 我要改進去呢 因為我們加拿大人 North America的人 鞋背比較高些 可能我們吃的 那些芝士或牛奶是不同的 比較身體強壯一點 可能是很好 那變成我一定要 使用了我們適用的地方 來放回我們的鞋子 讓我們人客師能夠穿得舒服的 因為漂亮 沒有用很多大型設計師 但只可以加拿大鞋子 是不可以真的走 走兩個小時已經真的很痛 所以其實呢 所以你就希望用自己設計的意念 帶給大家 又漂亮又舒服 以及可以是大家都 能夠提供的價錢 沒錯沒錯 其實大家都很好奇 其實你設計一雙鞋 是怎樣開始著手的呢 是怎樣 是不是真的 好像設計一個時裝 又要畫畫 剪裁 會不會這樣呢 我也是用意大利 我以前跟意大利師傅一起學 我給一個例子 我也是從鞋子開始 給一個例子 比較清楚 先設計一個鞋子 好像有一雙鞋子 這個鞋子 是 等於這個鞋子 我一定要在市場找一個鞋子 首先選擇鞋子 對 這個鞋子很漂亮 還有一朵花 對 很漂亮 因為我們有一個鞋店 是想買一家Force 美國人都要找這雙鞋子 我今年再改改鞋子 我繼續要做 因為我人客要求 我通常都是人客要求來做 還有 為什麼我們的女士們 這麼喜歡穿我的鞋子 我裡面一定是放皮 因為皮 舒服 對 我們的質感舒服很多 為什麼可以這麼說 為什麼我不用真皮 因為環保的意念 還有成本的問題 如果我用了真皮 價錢會很貴 反而裡面就要用真皮 對 外面就不需要用真皮 沒錯 因為人客 其實價錢 每樣東西都是根據你的材料 但是我知道我的人客 其實最重要就是那些材料 是很漂亮 因為真皮是很多時候 是做不到我們的材料 是我們的質量 對嗎 用到材料 對 其實那些用料 用料夠了 其實你講一下你的設計 第一步就是選擇了爪 選擇了爪之後 然後第二步呢 第二步我會跟著爪 我就會去找材料 去超級市場買菜 買蔥 一樣跟道理一樣 找配料 對 找配料 然後勾蘇很重要 我一定是用防滑的 各位觀眾你會看到我的鞋 為什麼 這麼多年都會這麼喜歡 這麼喜歡我的鞋 是有原因 還有盡大一提 因為我們很多人 很多女士 他的鞋骨會突出來 或者有些瘦 太瘦 看到一些血絲 或者腳趾不漂亮 我的設計 通常都是這個位置 路很少 就算你不穿衣服 你都會表現到你的尾牌很漂亮 穿褲也可以穿裙也可以 穿裙也可以 而且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你穿整天都是不累的 真的很舒服 對 是不累的 所以你先選擇了爪 然後選擇材料 然後開始畫圖 對 畫完圖之後 然後就交給廠家去生產 然後可以這麼說 為什麼我這個名字 是給這麼多人認同 其實又說回頭 我在入行1998年 開始由意大利盡後的鞋子 加上我的設計 當時無端端我參展 我在多倫多展銷會 還有各個小城市 我們都有Agent 但有一次他來 請你借你的實驗給我 我說我都很忙 我連401公路怎麼走 我都不知道 我只是顧著設計鞋 然後第二天之後 我一天之內 每個人都 我喜歡鞋子 這樣叫我 我發現原來我上了電視 是很開心 因為好像我以前小時候 讀書 又是去廠家獲獎 一樣的感覺 再加上我 有一個 在2004年的時候 人客又是告訴我 我整版的設計 很奇怪 為何會有粉紅色鞋子 為何會有粉紅色鞋子 因為我在南美的風情 是帶來我自己控制不到 誰知道別人喜歡 那種熱情 就像你現在做訪問 非常有熱情 我是自然地 推出我的鞋子 即是你設計的鞋子 也是上了雜誌 對 還有整版 我都不知道怎麼辦 現在都變了黃色 我也不捨得丟 是一個很開心的禮物 我知道你設計的鞋子 也是獲得很多獎 是的 我手上也看到其中一個獎 是的 其實除此之外 還得到什麼獎 其實我獲得獎 等一下 我要很多 是的 我知道你 譬如你也在其他的 例如美國各方面 都有參加了鞋子 也得過很多不同的獎項 所以大家都非常認同 其實你參加過什麼鞋子 我在意大利的米蘭展 現在你看到我這個封面 也是很感謝Foodwear General 在我們加拿大的鞋子之中 第一位是介紹我們加拿大鞋子 我每一次都 我的設計是上落這本雜誌 而且我最開心 2002年又好像做馬標 我那個意大利鞋 就跟我的大牌子一起擺 我又是很開心 無緣無故又是中了獎 每一次好像中獎 然後我在米蘭展 又參加過展 還有我在GDS 在德國展 我的產品也有很多客戶 來光顧我這個牌子 值得一提 而且我們WOW TV 亦搞過一個珠江小姐的選美 其實Love Suce 之前的Wendy 都是我們的贊助商之一 謝謝 非常感謝 其實這個Love Suce 你也受到很多朋友的歡迎 而且很喜歡 我知道你 在Love Suce 還有很多這些 加了很多花 很多飾物 對 其實我這個設計的原因 就是有很多鞋 尤其是很多Ballolina鞋 我想在座很多女士都會有 覺得很淡 因為我設計了很多花 花夷 可以放在頭上 也可以放在帽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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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 這是我的主題 其實2017年會不會 都是照這樣的款式去設計 2017年其實這幾個款 我擺在這幾個款 就是最多人客 已經購買了 已經訂購了 而且那雙鞋 我覺得很特別 這個鞋 不好意思 這個粉紅色 這個鞋 是我2005年 在美國的餐廳都有的 還有MGM的TWIN POTIC 它全部都包含這個 加上Island 都有這個 這個是我們的ANTIC 到時候 朱小姐你們有個功能 是CHARITY 我還有應該 我不捨得 我收了十幾雙 我將會來 捐給錢 對 非常有善心 很漂亮 在這裏 要先多謝Rendy 今天我們真的很開心 請Rendy上來 介紹了她 她的Love Shoes 這個牌子的設計意念 大家也很想知道 如果我想找Rendy 設計一雙鞋 如何聯絡到Rendy Rendy 不如跟我們說一下 什麼電話可以聯絡到你 首先 我們有個地址 是在燕街 還有我們有電話 你可以上網 wwwloveshoe.com 你可以找到 還有順帶一提 很感謝我跟了我們 差不多十幾年的零售店 包括在Dawis 她真的很支持我們 這麼多年 很多小姐太太 都在那裏找我們的鞋子 她是在Hudson Bay的 那裏有得賣的 加上Ala Shoes 在Nasla Force Extra and Saskatchewan 是免費的 這個城市到處都沒得賣 只是她有得賣 因為她買得很好很好 我很開心 然後 如果你找Party Shoes 我今年聯絡了 另一個設計師 設計師 在Hermington 和Bermara Coco Shoes 我是他們的Party Shoes 謝謝 謝謝 今天再次 謝謝Randy 接受我們的訪問 現在大家知道什麼問題 都可以直接 在螢光網上 直接跟她聯絡 謝謝Randy 謝謝 謝謝